而尽头来到瑞瑟湘农会 瑞瑟天鹤茶无可挑剔 雨中登场 现场有一些小水蛙 与会的农政单位首长 还是地方人士 缩性就脱掉鞋子 光着脚丫接地气 认识无可茶产业历史发展 更相聚在一起 品名在地 密香红茶品 各式茶品 茶香满意 大雨过后 雨是烧歇 瑞瑟湘农会 这一场瑞瑟天鹤茶 无可挑剔 风雨无阻 如其登场 现场积水 形成了无数个小水蛙 与会的农政单位 机关首长 所幸就脱掉了鞋子接地气 伴着舞台上歌手的歌声 难得享受 雨中挑剔的风情 赞 我们就想说 特别都很搭 因为我们的经常都会单的 日式香农会 庆祝无可台地 天鹤茶命名历史 从2019年开始 年年举办不同主题的庆祝活动 让游客民众认识 五可茶区茶产业的历史发展 也进一步推广行销 在地的特色茶 李重道博士 为什么命名天鹤茶 就是他的老师叫做前天鹤 所以他命名为天鹤茶 天鹤茶是这么由来的 那我们已经喝了四十几年 那所有的茶桶也赚了四十几年茶 更要感谢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尤其我们全国的好朋友 对我们的天鹤茶也好 对我们的蜜香红茶也好 都非常的喜爱 民国六十二年 五可台地从早期天鹤茶 不断创新接轨到现在的蜜香红茶 至今四十多年 茶产业历久弥新 这一次润碎天鹤茶 无可挑剔庆祝活动 新旧茶品共荣 让大家相聚在一起 谢谢品名老一辈端出 在地蜜香红茶等各式茶品 也品尝新一代茶农 创新的品茶风格 与中茶香满意 除了品名共享五可茶产业 五可茶区茶农 不论是在地还是全国各个评鉴比赛 或者制茶结束竞赛 都穿金带银打放异彩 农会也特别借此活动 颁扁表扬肯定茶农们的努力 记者石玉兰对色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